看不懂电影没关系 该把的幕后故事还是得把 诺兰的科幻动作大片信条 以下幕后内容 喵粉们都知道吗 开头的乌克兰歌剧院遭袭击戏粉 实拍 虽然你看着乌泱泱一大群的观众 只有前几排坐着花钱雇来的群演 后面大部分是借由特效粘贴而来的 但正片中涉及到的爆炸场景 可全都是实拍完成的 甚至在片场 工作人员都能远远看到 各种颗粒物在头顶零星飞溅 二 电影前半段有一架波音747飞机横穿大楼 造成现场炸毁惨烈的镜头 实拍 有意思的是 这段原本诺兰是打算用微缩模型加布景 在服役视觉特效来拍摄的 没成想开机前 剧组去到美国加州看景时 竟意外发现了一大批下岗了的旧飞机 诺兰算了算 找一架旧飞机实拍 可比后期用特效作假性价比高多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如今在电影中看到的震撼场面 一段路人视角下的幕后花絮爆料 拍摄现场的路段是封闭了的 而出现在镜头里的车辆行驶速度 相比正片里的速度 也的确慢了很多 但所有镜头全都是实拍完成 该正常行驶的车辆正常行驶 逆向行驶的则有资深驾驶员真人操控 所有人配合默契 一同在测试时设定好的速度下 组成车队完成拍摄 四 男主及朋友调动援助车辆 裹挟着装有神秘物质手提箱的卡车前行的镜头 实拍 这段在拍摄时 搭载摄影机的汽车在前方匀速行驶 饰演男主的约翰大卫华盛顿 就全程跟在移动着的车顶实景拍摄 当然 他的保护措施也做得相当到位 而在拍摄时空逆转的动作戏份时 约翰还给自己安排了周密的训练计划 在如何倒入演艺动作戏事上 下了很大功夫 尤其是拍摄和对手 在正逆时空里激烈交战的戏份时 约翰更是和其余演员一起 经过了无数次的复杂拍演 五 电影拍摄期间 全剧组五百多人 有一大半都跟着导演 辗转去过三打州的七个不同国家 要知道 片中出现的大量外景戏 几乎全是实景拍摄完成的 公费旅游可还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些分散在全球的外景戏份中 印度梦买的高楼历险 斯坎蒂娜维亚的破冰前行 还有前面喵喵提到的 南加州飞机爆破场景 以及阿玛尔菲海岸的游艇观景戏 这些都需要剧组进行 大规模的场景调度 拍摄时 许多当地的军演也参与了其中 还有赏心悦目的女主饰演者 伊丽莎白·德比奇 其实最开始 这位剧本中的名画建立师 角色年龄是比较大的 但当诺兰的妻子看过 伊丽莎白主演的寡妇特工之后 就对她念念不忘 乃至于还强烈安利诺兰 也看了寡妇特工 最终夫妻俩相议决定 对片中角色的形象进行了修改 这就相当于 诺兰比照着伊丽莎白的气质 为她量身打造了戏中的角色 好了 更多幕后小故事 明天我们再接着聊 永远宠你们哟 喵